一名外送員行進台北市大同區 沒有依照號制燈轉彎 被員警攔下 結果他情緒瞬間失控 不但亂喊警察打人 還嗆說自己16年後會當總統 就是不承認自己違規 整個過程也被PO上網 外送員違規遭到警方攔查 讓他真的很不滿 一連串抱怨與牢騷 全爆發出來 拿出手機反拍 才看員警靠近 外送員就先大喊 說警察打人 但整個過程 根本沒看見員警動手 微規在先不認錯還大聲嗆警 事發在台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 當時外送員沒有依照左轉號制就直接轉彎 不板被開單還亂指控警察打人 而依據道交條例 唯一號制轉彎 最高可開罰1800元 就像外送單不但白跑賺不到 還要乖乖叫罰單 記者先回輪台北 採訪報導